黑道打斷腿要多少钱 薛明志儿子被控恐吓 你那时候是看到薛明秦对你说给你打断你的腿的话 你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 是不是要恐吓我啊 害怕啊 害怕啊 是吧 你是不是认为说他可能 我认为就是我单纯我只警告他不要靠近我的女朋友 然后他讲就直接闹狠话 那我不知道这样是要什么事 之前才闹得沸沸扬扬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的肥婚身子薛艳行 现在遭人投诉 在脸书上骚扰同教会女子 这名被骚扰的理性女子与核心男友交往一年多 两年前与薛艳行透过教会认识 但薛艳行日前在脸书上狂邀女方去看花展 还要他离开现任男友以免日后后悔 女方不堪其扰将他从脸书好友名单删除 男友却反遭悬艳行恐吓打断腿 他会一直就是 一直反 就是一直 可能讯息啊什么的 但我没有 就是不会回他 他都能离开 然后我就 然后因为是他之前 就是被扣那个西文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不太喜欢看他的动态 嗯嗯 然后我就 就是觉得很 散掉他好友 对对对对 把他好友散掉 然后过一阵子之后 他发现 然后他传讯息给我说 你居然传我好友 然后我没有回他 对 我都没有 我看到我就回他说 那你算是 就是什么他 就是为什么 我人家三里好友 还要跟你报备 嗯嗯 之类的 何系男友 前天在家长的陪同下 到淡水请分局备案 然后他吃真子 然后他不用大肆去宣扬他自己 就是他宣扬 然后女朋友觉得这个文章很废 就是不想理他 然后他还 就是他 然后就删掉他 然后还要跟他讲那么多理由 嗯 因为我们做朋友 我们不想理他 我们就可以不要理他 对 为什么他还 他凭什么就是还要穷追猛打 对此 宣燕行昨天回应 因为女方男友 向他是私生子 他觉得对方不老实 才希望女方 不要跟他虚好青春 以免后悔 还说 请黑道打断腿的对话 只是单纯 讨讨讨论黑道 收费问题 他就说他家是黑道 我只是请他去问一下说 哎 你要说回家问一下爸爸说 那这个预算多 然后我也好奇 我也想知道 因为我也没这样做过啊 这个男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反应这么大 然后一来就呛说呢 什么吃真子 什么 然后什么想哄啊 你还有在约这个女生吗 约谁 没有啊 我跟他很久都没联络啦 我只是前几天看到 有照片 然后问他说 怎么算我好友而已啊 哦 你只是问他而已 那那个男生为什么反应那么大 我就不懂嘛 我就不明白啊 邓新闻台北报导